詞曲 李宗盛 您是在深圳移民館還是在 是 因為習隆勳是等於是西北岡文 對 陝西住深圳的代表處 對 那個 等於是主任吧 是我的表哥 就是 我的姑姑的小孩 這是我爸爸的妹妹的小孩 他呢 就一直要請習隆勳吃一頓飯 就是表示 就是等於是地方吧 對這個中央領導人的這個尊敬吧 是 這個 請習隆勳吃飯的時候 他就把我也拉上了 因為我呢 習隆勳認輸 嗯 所以呢 吃飯的時候呢 我就去給他敬了一杯酒 他說啊 他說你怎麼也在這兒 嗯 我說我辭職了 嗯 這個 這個習老叔還沒太聽懂 嗯 他說你這個 他45歲不到的 我就辭職了 嗯 哎呀 我說故事長得很長 所以我也就沒跟他講很詳細 嗯 但是我是 就是 離開中國之前 見了最後一個領導人 嗯 其實他那時候 已經被甩禁了 是 但是您跟他交談的時候 是不是頭腦還是很清楚的 嗯 他一點都沒身心味 嗯 因為 87年以後 呃 我媽媽 第一次去看他嘛 就是 每年 呃 過冬子都去看他 但第一次去看他的時候 她那個女孩 就是 呃 習近平的姐弟嘛 巧巧嘛 對 誰巧巧 現在我媽媽的第一句話 就說 我爸爸根本沒病 嗯 但是我們在 深圳和豬海 老師聽到一些傳聞 哈哈 說 這個 習老師有一些 有時候經常不太好 但是 他樣子 現在是有人晃出來的姚明 反正 呃 不管是我媽媽也好 呃 呃 還是 反正我知道的人吧 你像 你你你你你像巧巧 第一句見到我媽媽就說 我爸爸 生病也病 哦 那這這本事有人講這個 風風 反正我見他 我我走之前 我是 就 九零年吧 嗯 八九年六四嘛 我是九零年見著他 嗯 那那個時候在殘酷上 沒有談六四這些事情 沒有談這些事情 但是 我覺得他就非常正常 哦 很多人 沒有一點問題 嗯 那您在他們家裡 跟哪些人打過交道 就是除了齊欣 除了習近平 啊 習近平你也見過幾次 習近平呢 我們屬於 呃 就是我也知道 你們也知道我 嗯 他跟耿標也當過秘書 對 但是呢 我 就是 並沒有跟他有什麼深交 哦 對 因為他在北京的時間也很少 很少很少 所以我對習近平的信心呢 是建立在 我對習老叔和齊欣阿姨的交互中 嗯 我覺得他就沾點兒 西中心的氣 哦 是 是 也會是 做民主者 嗯 那我們回過來 還是再講一下習近平 呃 您什麼時候知道 習近平會成為中國的這個領導人 那麼你們這個圈子 呃 是怎麼看待他這麼一個人 呃 因為圈子的人很多 過去幾十年中間有很多名人 啊 所謂名人就是塔子黨裡面出來的各種人物 有的挑戰比較高 有的有很高的知名度 有的也做出很多的政績 對吧 啊 大家都很多人都沒有預估到這個習近平會成為中國領導人 所以習近平成為中國領導人的時候 您什麼時候知道的 您和您的圈子是怎麼看待習近平這麼一個人 我知道的事業只會比你晚 不會比你早 因為我在國外呢 因為什麼 曉伯登什麼內部吸引器 嗯 是吧 我知道他會成為最高領導人 就是全中國人都知道的時候 嗯 所以我就知道 嗯 這個 這個絕對不會比你早 嗯 我們是比較早一點知道 因為 他曾這個浙江省委書記 去當上海市委書記 我們當時就已經基本上確定 他應該是這個接馬人 啊 但是我最關心的就是 你們這個圈子怎麼看待他 因為我們也採訪過很多的 他的黨 高崗子弟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這個看法 甚至有人說就成了沒想到他 我們小時候帶他玩的 不想帶他玩的 他安好了 他老實了 好像不是那麼一個活躍的人 沒有表現是特別能量的一個人 當然有人又反駁 不是的 說成小的時候習近平其實非常跳皮 他們有所謂的三平嘛 一個叫寧偉平 一個叫劉偉平 一個叫劉偉平 一個叫習近平 他們三平經常打架 差一點有一次被別人追殺了 所以證明他成小還是比較厲害的一個角色 但是一般的評價就是給人的感覺是比較憨好 比較就是不露傷不露所 所以當習近平確定成為中國領導人的時候 你當時好像是一個什麼感覺 你是很驚訝還是覺得很正常 我跟我弟弟說 我說 我說 是 就是 因為當時我已經離開中國很長時間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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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共產黨內 選這個人選那個我都不知道 嗯 但是當選上習近平的時候 我開始呢 還是 就是 沒有想到的 或者說 你說 可能說 還屬於比較 有點驚訝吧 對 就是因為我知道 習老叔是被 鄧陽 打成神經病 實際上打成神經病 就是 就等於是 怎麼說呢 就等於是罵免了吧 對 那麼 雖然沒有影響到 習近平的仕途 但是 87年那個時候 他還在 福建 對 他這個地方關掉 完全無作其中 就是 就是 並不是 這個 就是 比如說 什麼 細心培養的呀 或者什麼 並沒有這樣 對不對 但也沒有影響到他的滲透 而且呢 他在福建嘛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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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正心的答案 對 是吧 對 你說他 一點兒都不知道 不可能嘛 對 那時候 賈慶明是 等於是 第一把手嘛 對 他們就在 這個賈慶明的手下 從 從 廈門 到了福州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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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可能 一點兒都不沾邊的 嗯 所以呢 你說 吃驚也好 你說 反正 沒有預料到也好 我 吃驚 這沒什麼吃驚 這沒什麼 奇怪的 沒有我 對中國的政治已經 我就遠離了中國的政治 嗯 那您客氣了 我看您寫的文章 還是非常深刻 而且很多地方是真的是 就是 打到點子上去 這個 我跟 我那個時候呢 還給那個 胡錦濤寫過一封信 嗯 就是 屬於私人信件吧 實際上就說我這點破事 嗯 就是什麼 江澤民開除我統計案 什麼開除我軍節 我說這是 原講錯案 嗯 然後呢 我弟弟就說 是不是 遞給 這個 習近平啊 因為他那時候已經 亡主了嘛 對 然後我說 不要去干涉他 嗯 我說他這個地位呢 我看呢 就是 我們不要 讓他辦這個 比較難的事 嗯 我說反正我這個信 你就從那信箱裡 就寄給 胡錦濤就行了 嗯 所以我對他呢 一直是 採取一種 就是需要保護感 嗯 你們他的黨 裡面是不是都有這個心態 或者是相當一批 有這個心態 那我就不知道了 總之我的心態呢 就是說 他是需要保護的 嗯 別給他找麻煩 嗯 他如果能夠接了班呢 這是件好事 嗯 所以從他當王主的時候 我就是這樣的心態 但事實上呢 您剛才講的這些理由 雖然您個人 跟他的家庭 跟我們相比 有一些特殊的接觸 所以您才有一些這樣的信心 但是問題是 您這樣的信心 也是很多人增進 有信心的一個理由 哈哈 因為習近平在廣東的表現 對 啊 那麼改革開放足處的貢獻 嗯 那麼文化大革命 他就打擊的比較 被打下來比較早 嗯 所以他沒有破壞過什麼人 他也沒了個時間 他文化革命的時候 根本他是 就是垮台 到六年年六二年就被打 對啊 所以打得比較早嘛 去了洛陽嘛 嗯 那麼改革開放 他後來服去了以後呢 跟廣東的貢獻 啊 是這個祖宏罕開明 嗯 那麼到了這個北京 成為福耀邦的主要的助手 他是中央書記 嗯 那平反冤假錯案 嗯 那麼習近平做出的功勞 功勤 也是非常之大的 嗯 嗯 那麼齊心 根據我們的很多了解 這也是一個比較開明的老太太 嗯 這樣這樣於子呢 其實 大家對習近平抱有希望的理由 嗯 跟你差不多 嗯 但是幾年過去了以後 嗯 習近平再開始上台的時候 嗯 給人的感覺 尤其是就任的時候 那種結地基的一些講 講法啊 他答應這個總書記以後的 跟中央記者的一個會談嘛 嗯 那就覺得完全 呃 很振奮 覺得他真會做出一些事情出來 但是幾年過去了以後 坦誓地說 您也應該看到了很多 啊 媒體 很多人對他的這個批評 比較多 甚至對他的批評的程度 不亞於對江澤民和對胡錦濤批評的程度 啊 主要的是認為呢 現在中國社會發展到今天這種程度 啊 採取這種這麼嚴厲的 對社會空間 社會自由空間的壓制的程度 啊 啊 非常嚴厲啊 啊 那麼對專業律師 他不是要講依法治國 但是對律師的打壓 也是前所未有的這種高壓措施 那麼對反貪污腐化 大家也抱有很大的希望 因為貪污腐化大家都知道很嚴重 但他打擊貪污腐化的同時 並沒有建立一個更開明的 可以被監督的這麼一個官僚制度 那那麼呢 反而是採取一種毛遂的租風 在意識形態上來講 他似乎也看到他身上有薄熙來的這麼一個影子 所以現在大家有這麼一個整結嘛 說他基本上把中國的知識精英 商業精英和官僚精英呢給得罪光了 那麼呢他有一些政策老百姓可能是歡迎和支持的 但整體來講 中國如果說精英分子是這個房子的正娘 他基本上把正娘得罪光了 如果說老百姓是年頭 年頭還有一部分支持他 所以很多人對他的批評越來越多 甚至是認為呢已經絕望了 那您呢為什麼還能夠保持您的看法 除非您的理由 有沒有什麼新的跟大家不同 你要說不同嘛 我也不知道同不同 但是呢 你剛才說的那三個精英 官僚精英和商業精英 官僚精英和商業精英 他們在今天的中國社會上 是起到什麼作用 要說我也得罪他 至於知識精英呢 那麼這就得稍微分開一點來說 因為官僚精英嘛 都是貪腐的 記得第一集團 所以他怎麼能夠不得罪呢 是 商業精英大概也沒有幾個 真真乾淨的 真真乾淨的 就第一筒精都是和官僚勾結的 不是第一筒精 第五筒精都是有問題的 對